還有各位今天來聲援的社團朋友 還有美合適案事件申請的地主朋友大家好 今天針對司法院大法官兼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 他愉悅司法奔激 然後違反大法官審理案件和法官倫理規範 永社今天跟資改會 跟臺灣北社還有臺灣副政團協會在這邊召開記者會 那我們去狀要提出檢舉 希望監察院能夠立刻對蘇永欽予以彈劾 然後來維持臺灣民主憲政跟司法的尊嚴 蘇永欽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替他法院副院長行政職 還有參與大法官會議的大法官的身份 主動請媒體採訪 那針對媒體他的針對那個四字七三二號解釋 也就是捷運設施毗林地區土地徵收案的內容報導錯誤 他認為媒體的報導錯誤 因為沒有報導到他的意見書裡面 他認為的主要內容 然後他宣稱說 就是這個美和氏案的土地徵收案不是毗林地 那不再宣告違憲的範圍內 那地主沒辦法申請再審 那但是呢 像他這樣子的做法 甚至他之後還多次投書媒體 強調這樣的觀點 其實非常有爭議 那甚至他最後還就是在網路上篡改了他自己的意見書的版本 然後跟地主收到的有所落差 那我們後來在舉行座談會的時候才發現居然有這樣子一個落差 那這些情境都非常誇張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後續有 私改會跟各個民間團體有針對蘇永卿提出 就是相關的檢舉 跟要求法官評鑑跟大法官自律 但是都沒有成功 那沒關係我們今天來到監察院 希望監察院能夠秉持他的職責 那也有監委針對蘇永卿的行徑 他有一些意見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監察院能夠秉持他的職責 然後來做調查跟彈劾 那我們今天呢 首先先請到民間私改會的高榮志高律師 私改會的執行長來為我們發言 謝謝 各位媒體沒有找 在去年的10月14號 民間私改會舉辦第一次記者會 那時候 就是針對蘇永卿的這個個案 針對大法官釋憲案不當的發言 我們把它提起法官評鑑 那法官評鑑會用程序不受理 很簡單 他說大法官不是 法官評鑑委會應該要受理的法官的種類 那這個當然是有法律上的爭議 但是法官評鑑委員會一方面要即將委員要卸任了 一方面 事實上法官評鑑會因為隸屬在司法院下面 我們本來就很難期待 他對於司法院副院長 能夠進行強力的監督 那這部分在法律上有解釋的空間 但是法官評鑑委員會並沒有給我們一個很明確的解釋 這個我們也是很無奈 所以更再一次印證 那個時候我們在主張 制定法官法的時候 我們就主張法官評鑑委員會 不可以設置在司法院下面 因為他設置在司法院下面 就會導致現在的結果 他即便是很開明但是他還是非常的保守 他即便想要有所作為 但是他因人 因為設在司法院的屋簷下面 他有時候不得不低頭 司法院不會給他很多人員 不會給他很多的預算 甚至於他自己沒有獨立的 並列經費的預算的能力 所以他沒有辦法 真的為人民淘汰這些不適任的法官 所以法官評鑑會不受理 程序上不受理 也沒有給我們很具體的解釋 他只有說大法官不是他們能夠受理的個案 那接下來我們又將蘇永卿提起了大法官的自律 因為從法官法裡面的精神 大法官如果他認為大法官自己的行為有問題的話 論理有問題的話 他還是可以提出自律 但是大法官非常遺憾的 也是非常非常簡單 簡短的給我們一個很簡單的回函 說這個案件他們認為還沒有到達應該自律的程度 那究竟是什麼樣的程度我們也不太清楚 所以呢 今天來到監察院可以說是最後一個機關 最後一個憲政的機關 監察院依照宣法的規定 他可以對我們中央任何的公務人員提起彈劾 經過調查之後提起彈劾 所以來到監察院是我們最後的一個 可能可以對蘇永卿他的行為 我們認為不當的行為提起提出彈劾 以及或者是懲戒他的最後一個機關 那蘇永卿的行為究竟有哪些問題呢 等下我們送陳叔叔裡面 我簡單的再講一下 他因為他涉及兩個身份 一個是大法官的身份 然後呢一個是他的副院長的身份 這兩個身份他都各自做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情 第一個是他擅自對個案的 事件的個案的結果對外再度的詮釋 這個是絕無精有史無前例的 從來沒有大法官自己拿著麥克風 就在媒體面前侃侃而談 大法官有發言人的制度 大法官以前只要是公布事件的結果 都是透過秘書長透過發言人 所以沒有人可以代表大法官去詮釋大法官的解釋 在大法官解釋出爐之後 沒有任何一個個人 這是我們認為他戒略分制的地方 那當然就是第二個是針對他個案的內容 做了不當的詮釋 因為事實上最討厭大法官對個案詮釋的就是蘇永卿本人 我們本人想要引進一個制度叫憲法書院 因為憲法書院就是可以針對個案做最終極的裁判 就不用像現在這樣 我們申請事件成功的 然後呢你還要到法院申請再審 你不覺得非常荒謬嗎 如果是在美國的聯邦法院的話 聯邦法院就是最高法院就是做出一個最終的裁判 這個才叫最高法院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國家的制度就變得顯得非常的畸形 人民會覺得非常奇怪 我事件打成功了 到一般還要到一般的法院去申請再審 申請再審可能會勝訴可能還會敗訴 那你不覺得非常的奇怪嗎 所以我們整個司法制度不是一個非常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制度 但是捍衛這個制度最 捍衛這個制度最有力 不斷的寫文章說 你這個國家的制度多好又多好的 其實就是蘇詠欣 但是呢他自己居然帶頭破壞這個制度 我們先不要講這個制度好或不好 光是他這樣的論述跟他這樣的行為 本身就很身為一個大法官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們就覺得他已經是一個不適合的大法官了 那再來就是他針對這個不適合 不應當美和事實上不應該不得地理再審的這個論述 就他這個副院長的身份 事實上他應該知道這樣的論述可能會影響到下級審 因為下級審的法官或者是行政法院 以後申請再審的時候 不管不管他是要開啟再審或者是他不開啟再審 其實媒體或者是民間都會有很多的質疑 因為副院長已經說了 這個案子不能夠申請再審 所以呢如果 行政法院的法官認為說這個應該再審 那跟人家就會說那副院長的意見為什麼跟你不一樣呢 那如果不足以再審的話說 哇你那個副院長怎樣干預審判 所以不管怎樣司法的形象 其實已經被最不應該影響 執法形象的副院長所影響 這也是我們認為他行為不當的原因 那當然剛剛還有 我從前提到的 他自己在網路上面 修改或者是創改 這個他的視線理由書 這些都是我們等下要向監察院提出陳述 的違法或者是違式的行為 我們希望監察院能夠在好好調查之後 這個案件的事實並不複雜 那法律的意見 我希望監察院能夠好好的一一釐清 那不要只是非常消極的 好像讓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就算了就算了 即便他可能在五二零之後就要卸任 但是這件事情是一個嚴肅的事情 正因為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台灣的司法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才會覺得說好像副院長的事情也是不痛不癢 那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要進去監察院 以及今天來到監察院最重要的原因 謝謝 謝謝法改革基金會的執行長高榮志高律師 那我們今天還有顧律師 現在顧委員 他是這個美和事案之前的委任律師 他也來到現場 那我們還有台灣北社的張先生當社長 那不曉得兩位有沒有要發言 OK 那請顧律師簡單講一下 謝謝 好我想我還是發言一下 我覺得我最不能忍受的 蘇永慶做了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把整個大法官的品 完全降格了 我沒有辦法忍受 一個人 他明明在他的協同意見書 沒有寫到的部分 竟然可以透過一個 異圖想要神不知鬼不覺的方式 在網路上 直接去加上 他原來在紙本的文件上面 完全沒有提到的這一個段落 也就是說完全沒有提到美和事的這一塊 然後這樣子想要蒙混過去 然後之後呢 再讓這個書記處寄一個紙本的 一個所謂的更正的一個解釋文的全稿 要再來送一次到事務所來 那我們當事人呢 就要求我們要拒收 那我覺得監察院如果不能夠去查明 當時網路上的那一段 到底是誰要求把它改 那我覺得監察院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這一件事情如果是護院長 蘇永勤直接下令 要求書記處在網路上直接把它原來沒有寫 把它加進去 像這樣的大法官 不是一個違法私職的大法官嗎 可以這樣子竄改了嗎 那好歹也要先在紙本上面 他自己把它改一改 然後先寄給我們在網路上再改啊 哪有網路上先改呢 又有紙本後來再寄啊 有人有這樣的 像這樣的大法官 如果可以成為我們的大法官 那我們的大法官 我不曉得好像這格到底變得到什麼程度 我沒有 我每次講到這樣我就發揮 我就沒有辦法忍受一個大法官 可以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干預審判 所以明明沒有提到的事情 然後一再的透過發言 說這件事情不能提再審 說這件事情不能提再審 這樣子的一種公然的干預審判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機關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 沒有任何一個方法 來制裁這樣子的大法官 我覺得我們的司法 就沒話 所以我們司法就沒話 所以我坦白講 真的是很無奈 跑到這個這裡來 無非就是 懷抱著一絲絲最後一個希望 希望監察院能夠應承 我本來不想講話 因為一講到這個我就活了 我就沒有辦法克制自己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 謝謝顧立先生 好那我們接下來 請台灣北廁張先生 張社長 謝謝 謝謝 雖然副院長 非允民大法官 過去有許多有爭議的嚴請 那這次美俄事案 他懺改一件書 又刊立個案 這個嚴重侵害 審判獨立 這個破壞憲政秩序 憲政分立的這個 我們現在民主的台灣 我們是不能忍受的 所以我們今天到監察院來 評書 糾察和 謝謝 謝謝 謝謝台灣北社 張艷森招社長 那我們接下來請 就是 四字七三二號市縣的那個 申請人 就是美俄事案的地址代表 那那個范先生 請您幫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 各位媒體先生 各位媒體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 北社永社克社 還有我們司法 民間司法改革委內 大家早啊 那麼我今天要發表的 一點潛見 我是認為 蘇永青個人 在報章雜誌也好 在新聞媒體上 發佈說 七三二號的市縣 美俄事的主題 不是這個 比林地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七三二號的市縣 解釋文呢 就包括 我們美俄事案在內 這個第三點呢 說這個 申請人不能依據這個 七三二號的市縣文來提出 這個 再審案 我覺得 一個司法院的大法官 一個司法院的副院長 既然干預到 這種習俗中 或者正要 習俗案件的案件 這是非常無聊 非常不自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 聯合事案的申請人非常奮動 包括所有的這些 受害者非常奮動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 社會上還是有正義之士 還有正義之人 來支撐著我們社會的正常運作 社會正常運作 跟司法的正義運作 我 我特別提出這四點 另外 另外我有一點就是 剛剛我們的高榮志律師所提的 我也很納悶 我們的司法 法院是依法判決 那麼我們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是根據你判決的這個法律 有沒有違憲 來做一個會議的結議 那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結議的違憲案子 還要提出再審 這是好像很不合邏輯 很不合邏輯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新政府上任以後 要司法轉型正義 要列為重點 不然的話 我們實在很難接受這一種的 這一種不合邏輯的一種 程序 司法程序 那麼我講到這裡 那麼我們大家 申請人來高喊 這個蘇永青下台 蘇永青下台 蘇永青下台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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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那個 4-732號 李士文的申請人 美和善地主案代表范先生 那我們最後請那個勇社的理事 黃定律師來講幾句話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社團的先進 我們的地主 大家好 那對於蘇永青這樣的一個言行 我想不管是不是為了馬英九的安心下莊 所做的努力 他的言行 只要逾越了憲政分際 逾越了司法應該的角色 這個部分就是個不私任的大法官 不私任的司法院副院長 在這個案件裡面 他先對於個案發表言論 這個涉及干預審判 干預司法的獨立 後面他對於意見書的這個篡感 違反了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有關於解釋文 解釋理由書跟意見書 應該一併公布的這個法律明文規定 因此對於蘇永青副院長違法失職 以及他的違法違憲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們今天特別來到監察院 我們要地狀要求彈和書永青 這樣的一個言行 在過去我們台灣司法大法官的結構裡面 沒有發生過 也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大法官 對於個案去做干預 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大法官 敢去改他的這個意見書 有關於個案的意見書做篡改 這個部分意圖干預審判 意圖影響美和市地主的這個救濟的權利 我們認為這樣的大法官並不私任 因此我們希望監察院 發揮他的憲政上的一個職責 必須對於違法違憲的蘇永青大法官 提出彈和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永社的那個皇帝與律師 是永社的理事 那我們最後在地狀到監察院之前呢 我們最後來喊幾個口號 那我喊一句請大家跟著喊一句 蘇永青干預司法 蘇永青干預司法 監察院英語彈劾 蘇永青干預司法 蘇永青干預司法 監察院英語彈劾 監察院英語彈劾 然後我們一起到那個監察院裡面 來遞這個陳述處 這個不用這個不用這個應該這個不是很難 沒有錯 不可以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